你看人家的技术 借出来这么大一片 太阳探店零星会见啊 今天旺京六婶老虎锅啊 之前来拍过一次了 没吃够 所以今天又来了 刚好这次他们家还上了点心心啊 然后又点完了 然后给你们好好说说 这个超级厉害 水利 一条沙冰 但是等着时间有点尝了点塌了 刚才做出来的特棒 上面不是高的一个奶油塔 然后插这种鲜桃片 三月份啊 新鲜的脆桃 特别香 嚼起来都搁吱搁吱 这也是他们现在纯性特别好 我们的土豆泥拌面 然后也是新菜面 上面这种压过的冷面 然后拌上这种热热的土豆泥 哇塞 沙沙的那种口感 然后又软又糯 真的好吃 肉很多 小色 这个就是他们家另外一个甜品 新出的抹茶生酪 这应该是抹茶奶酪配炼乳 又甜又滑 粉蒸肥肠 还挺好的 知道吧 这是泥粉能够吸收肥肠的油脆 所以肥肠吃起来比较干爽 然后更突出肥肠的香味 咱们这两盆就是他们家当季的猪辣 现切羊肉跟现切吊龙 首先它肉质很好很嫩 然后煮完以后麻麻辣辣的 配着那个蒜泥香油 还真有意思 这个就是六婶家最厉害的冷锅压血 上来的时候就再过一会儿 然后从生到时候夹着水以后慢慢煮好 又香又滑而且特别柔柔 你看人家这技术 切出了这么大一片 野菜瓷吧 味道 又有传说中的外酥不嫩 春季先进款 六婶春孙 只有现在有 而且我也不知道人家是什么孙 反正是特绿 你知道吗 重庆火锅煮手打牛丸 跟那种传统广的事情 我还不太一样 没有那么细 吃起来还是有肉的颗粒在 有吃到这儿啊 总评一下 今儿我们来的就是旺京的六婶老火锅 然后呢 尝了几个他们家新出的菜 整体感觉都不错 最推荐的啊 是他们这个抹茶生辣 奶香味和抹茶的香味都非常浓 而且还有淡淡的糖桂花的香气 第二是这个 土豆泥拌面 我这是第二盘啊 就是 其实火锅没开之前 我都已经吃差不多了 这真的好吃 这个 然后就是这个 现切吊龙和羊肉 烫这个重庆火锅 还真的挺好吃的 就是不但有重庆火锅 那个风味 还有那种 羊肉和牛肉本身自在的甜味 我是没想到 这个东西居然能共存 所有优雅可以来尝一尝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好感谢您吃饭这一期 淡淡点我吃了 这期视频完了 拜拜